中加州有名的酒香之一 Passo Robbins 其游客中心在市区 City Park附近 工作人员介绍 中加州从70年代起 积极种植葡萄 葡萄园酒庄已经有400多家 仅仅Passo Robbins就有200多家 与北加州的Napa Valley酒香 已经不相上下 他特别推荐一家雕塑 与酿酒完美结合的酒庄 距离市区仅仅10余卖 他珍视极富特色的酒庄 雕塑品一件比一件精彩 吸引游客眼球 金属材质的骏马 胡须根根分明的海狗 懒洋洋的碎豹 盛牌的金鱼 走在酒庄庭院 真是目不暇急 太喜欢这里生动 有不落俗套的雕塑作品 这些艺术品是出自约翰·贾戈尔之手 他出生于芝加哥 14岁 宜居加州 他是一名超过45年的 全职的而且专业的雕塑家 他的雕塑作品 遍布美国和世界的许多城市 得到的奖项 奖品 和专利多到令人 肃然起敬 年轻时 就是一个极富进取的人 为了完成学业 他在酒吧 弹钢琴 陪打网球 赚钱 他还成得过 拳击 摔脚 和柔道的冠军 多年来 他完全投入艺术创作 用不同的材质 创作新作品 在自己的工作室 几乎是工作到 精疲力尽 倒在床上入睡 起身后 又继续工作的 狂热艺术家 不幸的是 他在2013年离世 贾格尔与酒庄老板结缘 完全是缘分 酒庄老板 Warren Flanker 是医生兼传教士 贾格尔去上他的圣经课 课后邀请这位医生 参观他的工作室 展示他的作品 看了他的作品 Warren当即决定 将原本开心过的农场 换成葡萄园 其经营酒庄 酒庄庄园同时展示 贾格尔的雕塑作品 就这样 他们一起创建了 酒庄雕塑花园 两者相辅相成 变成此地最著名的 雕塑花园酒庄 我们去的时候 我们去的时候 葡萄园已经妥善整理 正要发芽 长出新枝嫩叶 一排排 整整齐齐 一副蓄式待发姿态 两旁的粉和樱桃 将葡萄园染上一抹 淡粉 一株珠状的橡树 立在大道上 术后是停车场 然后就是雕塑酒庄花园 前面花园有许多 气势十足的雕像 金蹄骏马 碎豹 大海莲 美人鱼 平衡马 这些作品自然逼真 同时又抽象的意境 后面野餐区旁 有实质材料的雕塑动物 大象 犀牛 长颈鹿 狮子 海豹 长脚鹿 野餐区有人特别来此 举行生日派对 坡上面的葡萄园 有拱门装饰架 可以举办浪漫的 婚宴 庆典 葡萄园还标有 步道 登山步道 可以漫步 践行葡萄园区 酒庄庭院 多处用酒桶架设桌子 酒桶 酒罐 酒杯林立 工人品酒 品酒室通常需要预约 才能进入 我们进去品酒 参观 柜台及室内酒桶上 摆了许多迷你 艺术雕树品 充分将艺术品与品酒两者结合在一起 在花园一角还设置了很高的看板 讲述这个地区的过去历史与发展 我听了 我听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